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参议院通过950亿美元 人外法案 包含乌克兰 台湾 还有以色列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 二月十四号的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韩音 在春节期间 台采公司奖金是加码 不少民众来强买彩券 试手气 不过昨天 也就是大年初四的 大乐透是破天荒出包了 傍晚四点三十五分 到晚间八点卖出来的彩券 印出来却是今天才开奖的奇数 台采市致歉表示 这是因为系统销售时间设定的错误 并且宣布该时段售出的彩券 可以连续两天的奖号对奖 如果都有中奖 就可以选择比较高中奖的金额来对奖 新年希望帮自己多赚一点红包 公益彩券投注站客人络绎不绝 甚至还有人好买一千张乐透 试试好手气 但大乐透前一天破天荒出包 第十八期在十三号下午四点三十五分 提早封牌 销售截至 台采发声明致歉解释 因为系统时间误设 导致十三号傍晚四点三十五分 到晚上八点之间 民众买到的是隔天十四号 第十九集的大乐透 为了不影响顾客消费权益 台采也公告 只要是在这段时间内购买乐透的民众 两天奖号都可以对奖 假如两天都有中奖 以金额高九为主 若是十三号中奖得带彩券到金融机构 验证后对奖 十四号则根据正常程序即可 开采火速寄出补救措施 业者与多数民众也觉得可以接受 开拳讨个好彩头 也避免坏了消费者买彩券的好性质 这篇章子嘉台报道 龙翼年前台糖肉品爆发了瘦肉精的疑云 国民党团就提出希望在立法院二十号开议前的十七号 先邀请行政院院长陈建仁来做食安的专案报告 并且将会要求十六号来进行朝野协商 不过目前并没有共事 所以这个协商可能破局 也恐怕会影响陈建仁上台进行施政报告 台糖猪肉在能力年前减出瘦金风波 立法院二十号开议 国民党团提出 邀请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十七号 先到立法院进行食安专案报告 并且将发文要求十六号进行朝野协商 不过民进党团总招科建民认为 国民党团是不懂程序 协商可能破局 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敏表示 行政院长陈建仁施政报告是否能够上台 要看协商结论恐怕成为立法院新会期的第一站 另外开议后遇到的第一个人事案 将会是NCC委员的人事同意案 根据了解 总统当选赖清德跟总统蔡英文 将会在年后展开双边沟通 人选目标希望能够适度缓和朝野对立氛围 赖清德初五到屏东参箱发放福袋 他也表示未来会跟地方县市首长 立委等伙伴 不分党派共同推动各项建设 赖清德上任之后的隔魁人选也备受关注 另于立委表示必须要具备沟通能力 是否具有民进党籍并非关键 记者韩英谢正琳综合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13号是表决通过 价值超过951美元约合3兆台币的原外法案 包括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还有台湾 伯基下要在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是不乐观 因为这个共和党籍的议长强身 已经放话要封杀法案 美国总统拜登就呼吁众议院要尽速通过 不该向独裁者低头 美国联邦参议院经过多天的密集审查 终于在美东时间13号表决通过 约950亿美元的原外法案 内容包括610亿补充乌克兰武器弹药库存 140亿援助以色列 50亿支持台湾等印太伙伴 含阻中国侵略 虽然法案在参议院通过 但接下来到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可能就不乐观 众议院议长强身已经先表明将会封杀法案 目前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取得领先的川普 也大力反对 美国总统拜登就抨击川普的言论危险 呼吁众议院尽速通过法案 不该向独裁者低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感谢参议院支持法案 并且期待众议院也能做出积极的决定 国防外交部则表示 感谢美国国会持续对台支持 将密切关注法案的后续进度 伯共军还是不断的绕台 国防部表示初五中午起陆续征获 中共歼16运8还有无人机等 14架次出海活动 其中9架次逾越海峡中线 进入我北部及西南空域 配合共建执行联合战备警巡 国军严密警戒 并且检派了任务基建与暗制飞弹系统 适切应处 记者韩一谢正琳整理报道 苗栗县拱天宫白沙屯马祖徒步进香 即将从2月16号起受理报名 但是有不肖人士透过网络 谎称可以代为报名 但是需要加收手续费 导致许多人被诈骗 庙方跟警方都出面要提醒民众小心 而台中则有富人 身陷战地医生异国恋情的诈骗陷阱 看到汇款将近千万之后才发现报警 新春年假期间香客络绎不绝 苗栗通小白沙屯拱天宫徒步进香 16号才要开始受理报名 但却被庙方发现 有不肖人士在网络上声称可以代为报名 还加收手续费 完全是诈骗 实际来到拱天宫柜台 庙方出示报名表 表示进香活动一直都是采现场报名方式 信众成功报名后就可以领取帽子 毛巾 臂章 背心等标准配备 由于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 去年有超过十一万人次报名 今年预计还会破记录 苗栗警方特别呼吁 千万不要听信社群网络谣言 以免受骗上当 网络受骗上当的还有台中一名张姓富人 杰氏自称南苏丹战地医生 捏造准备向联合国申请退休 届时会将巨额退休金利用包裹方式 寄来台湾 前后七次依对方要求贿款 近千万元 警方获报组成专案小组 追查出四十五岁 刘姓女子为首的诈欺集团 声称收到巨额退休金后 会将退休金寄送给被害人 并以此为借口 陆续骗取被害人汇款 还运运费 返口证明 索费证明 医药费等金额 随后又诈骗被害人担任人头目 以及面交车手 诈骗行性相当恶劣 警方逮捕七名诈欺集团成员 刘姓主贤本先 还是命理师 另外兼任虚拟避避伤 协助集团洗钱谋取暴力 后续警方依涉犯诈欺 洗钱罪嫌 将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 侦办 记者杨明峰 龙涛 苗栗台中报道 今天凌晨三点半 台北市的西门町市 发生了枪击事件 有四名男子多处枪伤 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远警封所现场是 查获有蛋壳八枚 不排除是有帮派涉入 初不了解 林姓男子还有翁姓男子 两方人马替朋友庆生 久后就发生口角持枪 朝对方射击 开了至少八枪 重难四人被丢包 警方逮捕在医院治疗的 翁男与林男 在逮捕协助弃枪的共犯林男 查扣这个改造手枪一把 另外有一名共犯再逃 专案小组持续的追气 扩大溯源侦办当中 而嘉义东石昨天也发生公安事故 有名男子在余温的沟渠内监看水管埋设工程的时候 意外遭到土方活埋 由于土石湿软增加了抢救难度 等救援人员将人挖出的时候 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后是不治身亡 警方将调查事故的发生原因 救护车穿梭狭窄的田间道路上 抢时间要赶赴事故现场 嘉义东石一处余温 四三号下午发生公安意外 正在整地的余温内 一名五三岁男性意外遭到土方活埋 亲友焦急跑到事故现场 救援人员在沟渠内拼命挖掘 希望尽快让男子脱困 但男子当下已受困约十分钟 警动脉非常微弱 据了解男子是为了监看余温的 水管埋设工程才下到沟渠内 没想到却被松动的土方活埋 而现场土石湿软挖掘不易 也增加抢救难度 一男性五十三岁 于施工时不慎被土方埋住 消防人员协同家属及现场民众 立即以圆锹及徒手将其挖出脱困 好不容易挖出受困男子 但男子已没有呼吸心跳 救援人员做完急救处置后 赶紧将人送往医院 但人不治身亡 详细事故原因将由警方介入调查 记者陈焕与许正俊嘉义报道 联锁面包店创盛号在过年期间传出倒闭的消息 员工接到公司的道歉信 坦言近两年来管理出现问题 借贷金额高达六千万 宣布七家门市就此倒闭 三间门市是无条件转让 实际到面包店的位置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双联捷运站的电址 已经人去楼空 而创盛号寄给内部员工的信件当中提到 尽量的管理出现了问题 加上门市亏损 还有原物料大涨 导致负债的状况没有改善 年前累计借贷金额高达五六千万 目前关闭三家街边店 还有四间百货店 而另外有三间门市是无条件转让给其他的公司 至于薪资的部分 会向劳工局提出政府带电 并且给予员工非自愿离职单 以办理补助 今天是大年初五 也是春节廉价最后一天 枪鼠表示白天各地的高温 落在二十五到二十九度 不过辐射冷却效应明显 提醒民众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而国道也持续涌现了北返的车潮 古五上午出现排队的车震 即使路况是一路紫暴 车速是不到二十公里 大年初五春节廉价最后一天 阳光露脸万里无余 许多民众把握好天气 到中正紀念堂走圈 气象鼠表示白天各地高温在二十五 至二十九度 不过由于辐射冷却效应明显 日夜温差相当大 提醒民众适时增减义务 今天晚上露夜到明天清晨呢 中部以北的这个低温还是会来到十二十三度 其他地区大约十四度到十八度的这个低温 那局部地区像彰化以北仍然有接近快十一十二度 或者是十度的低温 气象鼠也指出开工日十五号晚间至十六号 受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影响气温略为下降 北部东部会有局部短暂雨 而随着售价倒数国道持续涌现 北返车潮 上午八点国武北上苏澳至头城 各入口匝道就启动移控 各交流道也都有排队车阵 及时路况更一度止暴 车速不到二十公里 塞车情况估计延续到晚间 不过苏化路廊北上车潮 则已稍微减缓 高公局预估出交通量达到一百一十五百万车公里 呼吁民众多利用替代道路避开车潮 以顺利迎接开工 北韩十四号是这次发射飞弹 上午九点左右 从东岸发射了树莓的巡异飞弹 这也是今年第五次发射巡异飞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就表示 美韩情报部门已经对飞弹的讯息进行分析 关注北韩动向 北韩上一次发射巡异飞弹 是在这个月的二号 当时有专家警告 北韩可能是为了提供俄罗斯这类型的武器 而先行试射 美国众议院13号是表决通过 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案 这是美国150年来首见 共和党人士指出 指控这个马约卡斯 未能够执行移民政策 造成边境安全的问题 目前本案还需要等这个参议院同意 此外因病入院的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回家休养 预计最快本周稍晚就能够返回岗位 美国众议院13号以仅仅一票之差 表决通过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为美国近150年来第一位被弹劾的部长 根据美国宪法 弹劾是革职犯下重罪或轻罪官员的第一部 这项弹劾案由共和党强硬派主导 他们指控马约卡斯 未能执行移民政策 使得美墨边境有大量移民涌入 造成安全问题 但马约卡斯认为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民主党拜登总统上任后 曾企图放宽移民政策 却始终无法有效处理 边境非法移民问题 引发民众不满 也让移民政策成为今年美国大选 两党角力的议题 目前众议院由共和党掌控 本次表决翻盘了上周 同样以一票之差 未能通过的弹劾案 尽管如此 本案仍需参议院至少三分之二 议员表决同意才算过关 另一方面因癌症和膀胱问题 紧急住院治疗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一月十三号出院 美国国防部表示 奥斯丁将在家休养一段时间 医院端方式旅行职务 预计本周稍晚能返回五角大厦工作 公事新闻两页编译 巴基斯坦上个星期举行了国会大选 最大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 正寻求跟其他的小党支持组建联合政府 不过第二大党巴基斯坦人民党表示 没有意愿担任政府要职 欧美国家则敦促八国政府针对本次大选的舞弊 进行全面调查 巴基斯坦这个月举行大选 没有任何政党在下议院取得过半数席次 第二大党巴基斯坦人民党十三号宣布 将支持前总理夏利福领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 夏利福派组成少数政府 而人民党不会加入新政府 夏利福领导的穆斯林联盟 本次大选在国会取得八十席成为最大党 却仍需提防这次当选的众多 五党级议员 巴基斯坦下议院两百六十四席中 有一百零一席当选人为独立参选人 他们大多受到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所支持 正义运动党是由前总理伊姆兰汉创立 伊姆兰汉目前因贪污罪在狱中服刑 政党也被选委会禁止参选 政党成员只能脱党参选 选举结果则显示 正义运动党仍受到许多民众支持 该党领导人更鼓励当选人加入小党 争取组织政府 此外由于本次大选投开票期间 曾发生网络中断的情形 引发部分政党上街示威 质疑有人试图操纵选举结果 英美和欧盟等国也忧心巴基斯坦 缺乏公平的选举环境 除了言论自由受限 还有媒体记者遭暴力攻击 呼吁八国政府针对选举舞弊等情形 进行全面调查 不过巴基斯坦看守政府 目前否认这项指控 公司新闻两眼编译 今年是一九五九年 西藏抗暴日的六十五周年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第十四度发起了为西藏自由而起活动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西藏的苦难 还要声援被中共政权压迫的 香港 南盟还有乌克兰 缅甸等遭遇战争或是极权迫害的人 骑着单车沿途高喊口号 要为西藏人权发声 西藏要自由 西藏要人权 有人拿布条 也有人身披雪山狮子旗 在西藏抗暴日 今晚六十五周年前夕 明年团体第十四次发起了 为西藏自由而起活动 抗议中共政权对西藏的打压 1951的时候中共长破签约17条和平协议 不到十年达赖喇嘛流亡 中文的教育 又洗脑这些人性的藏人 还有想控制藏传佛教 未来十五次达赖喇嘛是藏人会决定的 主办单位指出 不只西藏 同时也升原被中国压迫的香港 东图厥斯坦还有南盟 以及其他遭遇到战争的乌克兰 还有缅甸等地的人民 自由并非理所当然 更是需要我们去守护的 在中国集权之下去 不只是赞人 赶人 中国的野心勃勃 他们并不会因此放弃 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 以香港为例 希望台湾民众 可以一起为了自由人权努力 为西藏自由而骑活动 日股举行五场 要骑单车 在台北和高雄的巷弄街道宣传 让更多人了解西藏的苦难 海外藏人的努力 并同时守护台湾 记者曹天隽林志坚 台北报道 今天是年初也侍逢 这十四号的西洋情人节 吸引大批游客参观的黄色小鸭 也推出特别活动 小鸭市出发绕港一圈之后 回到爱河湾 跟另外一只小鸭会合 错位接吻放闪 而嘉义也有月老庙举办的抛袖球联谊 希望透过活动 让参加者促成良缘 两只小鸭越靠越近 游客期待惊呼 大年初五新年假期 最后一天 不少民众把握最后机会出游 到高雄旅运中心 珍爱码头一带来看小鸭 据公安局统计 黄色小鸭的总参观人潮到初五 已突破五百五十万人次 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两只鸭子会 这次相信这样 其实这闹程度差蛮多的 规模其实也差很多 对啊 之前就感觉只是一只小鸭在那边 什么东西都没有 适逢十四号情人节 高雄也独步全球 在这次展览中 让其中一只中午 从旅运中心出发 绕港湾一圈 再回到爱河湾 与另外一只小鸭会合 借由错位亲吻 合体放闪 但过情人节 对象也很重要 嘉义大福新宫月老庙 初五举办抛袖球联谊 吸引约五百位单身男女参加 底下的男生高举双手 等着抢女生抛下的袖球 现场气氛热闹 参加民众无不希望 能找到好对象 主办单位也希望 透过这些互动 让单身男女认识彼此 在情人节促成家园 台中福寿山农场的亲人员 也在向情人节 这天来开园 粉红色系的朝和英 还有富士英盛开 另外玉山山头 受到先前寒流的影响 被白雪覆盖 这个美景 也让许多人齐聚台 二十一线好望久 留恋望返 粉红色樱花在枝头绽放 整个山谷间 都充满浪漫的氛围 台中福寿山农场的千英园 选在二月十四号 情人节这天开园 吸引相当多民众来走春赏花 好漂亮 希望好多禮拜 希望某人们来 后面的很漂亮 我们今天抢桃香 福寿山农场 从二零零五年开始 栽种不同品种的樱花 二月中旬率先 绽放的是粉色系的 昭和英 富士英 到了三月中旬 则会有白色系的 吉野英 大导英 接力盛开 长方还制作樱园卡 设置祈愿墙 相当应景 福寿山农场配合情人节 在今天浪漫开园 目前粉色系列的樱花 已经开了三到四成 预测在下周 可以达到最盛开的情况 玉山山头白雪覆盖 有如在线已故知名画家 陈城坡作品 玉山积雪的景色 农历春节期间 寒流来袭 东亚最高峰 玉山降下瑞雪 游客与摄影爱好者 都来到台二十一线好望角这里朝圣 生态摄影达人苏嘉宏表示 当地十三号起天气放晴 能见度提高 相当适合眺望玉山 尤其夕阳西下时更为美丽 不过提醒台二十一线 不能临停车辆 民众赏美景同时 也要注意安全 记者杨幂凤龙涛 台中嘉义报道 台湾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 跟这个南投县 德安企治教养院 合作规划活动 引导这些大孩子 照顾无法重回野外的野生动物 缔造生命教育的机会 来自南投县 德安企治教养院的大孩子 开心的走进 位在彰化县的二选生态教育馆 这是他们第一次 与未来要照顾的动物 面对面 老鹰其实危险的 不是他的嘴巴 是他的脚 对 所以我们会戴手套 那等一下再抓他的时候 我会直接把他放在 你的手套上面 起高 对 好 好 可以 可以 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 长期照样 无法重回野外的野生动物 近期将一些动物移到这里安置 为了让院生理解野生动物的生存困境 志工精心安排闯关游戏 另外能重回野外的痊愈个体 也让院生亲手野放 感受帮助动物存获自由的喜悦 可以增加他们的生活体验 可以改变他们的心境 这个是帮助他们的 他们来照顾动物 我相信对动物照顾也是好的 这样两边互相帮助之下 我觉得对整个野生动物保育 是有正向的提升 那这一次跟林老师这边的合作 是想要挑选几位 对于这种生态还有动物 有兴趣的这些大孩子 让他们一起来当保姆 然后学习怎么样 手心的向下 照顾更弱势的 部分院生每个月会在固定时间 来到这里 他们将要学习整理环境 喂食动物与清理排移 希望这些一直被照顾的院生 也可以成为照顾者 让生命有更多意义 记者陈嘉丽 陈庆中 专华报道 接下来提供给您各地详细的 气象资料 北部地区最低温十四度 最高温会来到二十八度 中部地区最低温十四度 最高温是二十八度 南部地区最低温十五度 最高温来到二十九度 东部地区最低温十七度 最高温是二十六度 外岛地区最低温十一度 最高温二十四度 再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表 北部竹苗中部云架的高屏 都是普通等级 以兰华东良好 马祖金门敏感 澎湖则是普通等级 以上是今天的公式晚间新闻 我们明年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